無論你嫁給誰你都會後悔 當自己的女王 不要去當別人的公主 人生只能往前看 你已經走過的路 你還一直回頭看看嗎 這不是浪費時間嗎 敢愛敢恨 拿著期望的下 這就是你應該要當的女人 一定要進入婚姻嗎 這個真的要看自己 他人說的不準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都會把你小的時候 聽到的一些訊息帶進來 比如說我那個年代 我們大家都看Disney Disney是童話故事 都在講王子來拯救一個 很窮困很可憐的女孩子 Fairy tale is not true 所以女孩們 你們要懂得也要學會 怎麼拯救你自己 當自己的女王 不要去當別人的公主 因為別人幫你當公主 幫你載回皇宮了以後 她還有一個太后在裡面 為什麼二三十歲女人 渴望結婚不如婚姻又想走出來 無論你嫁給誰 你都會後悔 你都會有後悔的時候啦 所以最好你要選擇一個是 跟你有很深的友誼的人 因為愛情會被磨 你只要對他人 不要有太過高的期望 在這個人生當中 你只能期望一個人 那就是你自己 靠自己最實在 怎麼樣可以走出一段感情 看書 閱讀 旅遊 學習 提升自己 當你在一段感情的時候 就表示你的人生的這一個章節結束了 人生只能往前看 已經走過的路 你還一直回頭看看嗎 這不是浪費時間嗎 敢愛敢恨 拿著期望的下 這就是你應該要當的女人了 婚後如何處理家庭 還有next的情感 我現在還在摸索 但是我個人覺得 在簽字離婚的前期 對女人來說 你一定是內耗跟想了很久 你只有一次的機會 可以過你的人生 你想要過什麼人生 你要為自己負責 知道怎麼讓自己快樂 怎麼讓自己自在 如果說在一段關係裡面 你已經內耗到 你不認識自己了 你不喜歡現在的自己了 或是你已經失去自己了 那也不是健康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找回一個 跟自己最健康的關係 這個是最重要